原标题 胡宗南的纪要秘书是地下党 这个战区总司令的纪要秘书也是地下党 在解放战争中 在国民党阵营中 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 除南京国防部的刘斐 郭武归等等 还有一个后来知名度很高的供杰 即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的纪要秘书熊相辉 熊相辉在胡宗南身边担任纪要秘书之职 可以说胡宗南的任何军事秘密 都尽在熊相辉的掌握之中 显为人知的 在华北 华北小总总司令官副作义的纪要秘书言又文 也是中共地下党 也就是说 副作义的一切军事秘密 也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 严又文是如何当上副作义的基要秘书的呢 严又文是山西省万荣县融合镇人 与副作义是同乡 在三十年代 他就读于山西大学时 中共地下党员潘基文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随后 严又文还到延安参加了保安处训练班 之后 被派到了西北军砝码洪魁部队 不久他 便转到了副作义的首相 因为是荣和同乡 他取得了副作义的信任 先是担任文书 之后 便担任了副作义的基要秘书 严又文来到副作义身边后 身为副所器重 作为副作义的基要秘书 他与副作义几乎是刑警不离 副处理的军务和政务都由他辅助 甚至 有人把严又文叫做副作义的影子 把他与董秦武称为副作义的一文一武 1947年中 中共情报部部长李克农认为 严又文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决定将他划归中情部 由李克农本人直接领导 1948年秋 严又文报告国民党军事会议一个重要决定 蒋介石要求国军集中兵力 确保辽东、热河、巩固东北 在华东、华中加强劲脚 并且组建大兵团机动作战 据此 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发起秋季攻势 一举粉碎了蒋介石重点防御的企图 10月初 在辽审战役后 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团 李克农两次约见严又文 可联络员王玉 要严禁已不了解副作义的思想动向 并提供副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严又文立即照办 12月 解放军包围北平 李克农指示严又文及时掌握副作义的动向 并适当做一些影响工作 对此 严又文将副作义的思想动向 矛盾心理 及时地向党组织做了详细的报告 结果 连副作义焦躁不安 想乘飞机逃走 又怕蒋介石整他 想抵抗又担心在北平动武 令全城遭战火 而自己成历史罪人的矛盾思想 都被党中央掌握 正是根据副部的思想情况 中共谈判代表团开展政治攻势 最终与副作义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 严又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来 有人称 严又文是副作义白皮红心的心腹秘书 而他的功绩却写入了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